今天是5月27号 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 马上就开盘了 今天的A股会怎么走呢 是高开高走还是高开低走 或者说直接往下跌 奔着3000点去呢 3000点能不能守得住呢 3000点靠谁来守住呢 还有这一桌的话我们的重心在哪里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来盘面做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比如去一波88支持一下 他觉得我讲的有理的 点赞加转发 对于A股上周两个交易日的大跌 很多一下子就什么没底了 一下子就慌了 认为A股这个又不行了 又要进入一个慢慢的熊市了 那为什么股民那么悲 哎呢 其实这里不得不说 我们中国股市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在里面的 不说别的 就说周五高层放出了一个 最严格的减词 规范 但是周末你会发现 有超过40家上市公司 在新规实施前紧急发布了减词的事件 哎什么意思 其实说白了就是赶在新规实施前赶紧的跑路 赶紧的逃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A股的上市公司 很多的大股东 很多的大老板 他并不是真真实实的 真真在在的在做企业 来这里上市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走人 圈签走人 所以这是中国股市中长期不上涨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一定要把这个漏度给他严格的堵入 只有堵住了这个漏度 A股才会中长期有好的局面 这也是这段时间A股 看似很强 但是涨起来却很难的原因 你会发现只要一涨就会有人砸 只要一砸就会有人砸 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在上周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 这个A股 已经涨了3100多了 我的账户已经回到2635点以下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钱到底谁赚了 指数涨了 我的账户还在亏钱 我在上周我跟他讲过这一个事 这钱被谁赚的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钱都流进了大股东的口袋 我说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 或是有些人会很气愤 就算昨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哎呀 这些大股东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无语 是不是 你来这里上市 来这个股市拿钱 你本来是有困难的 你想做大做强 对不对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你拿钱做大做强了 你的回馈股名 你不仅仅不回馈股名 你看什么 你还想法设法的 站在这里捞一笔 对吧 你后来把这公司 股票全部卖完 全部卖掉 这公司后面变谁的 你也不管心了 就说白了 你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发展来的 你是为了什么 你是为了变现来的 是不是 所以这种那些公司 在我们A股 不在少数 几年前上了近2000家上市公司 那么这里面有多少家公司 其实说白了 大心里都是什么 都跟明镜似的 在整个A股的市场当中 我觉得不在少数 你也可以发现 这段时间 ST股特别多 为什么有ST股 为什么那么多下连续跌停 静静还传出了一些消息说 很多企业就是为了ST 为退市来的 是吗 因为他钱 钱到了自己的口袋了 退市了 那就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缺乏什么赔偿制度 对不对 退市了 不用赔偿 钱反正就抹进了自己的私人口袋 是不是 所以这种 保持了A股的什么资产的流失 换句话说是什么 99%的人 你的钱进了11%的人的口袋 就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是 当下我们A股的主要的正节点 但随着我们新的村长上位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所以这些漏洞会一步一步的堵住 会一步一步的马上 我们应该被什么 对A股保持信心 对我们新村长保持信心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但是当下的A股 确实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 回到这个市场 这里的话连续两天调整 那怎么理解 真的会跌过3000点吗 我觉得3000点 不要太纠结了 下面的60线线是存在着强制称的 抽跌反弹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是注意 大概率还会延续这种正当的行情 挣的行情 大概就是杀下来 他就什么 我们去接 冲上去我们就减 就这么回事 你只要把握好这个细节 把握好重点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是板坛的 是吧 我们的股民 要把握重点 把握焦点才能赚钱 那么现阶段A股的重点在哪里面 其实说真的板块 尤其是题材轮动加速 大家追高也吃面 不追高去潜伏 他也跌对吧 你吃不得的感觉 对吧 追进去了 他就冲高回落直接大面 那么不追的话 我就超过底板越超越低 是不是人状情况 你说本来就是什么 现阶段是一个主线轮动 热点轮度的阶段 那么我们只能找热点板块 调整再启动 什么意思 就是我找一些热点板块 我拉高了 我不去追 等他回踩了 他撒到下面的支撑位了 我去做个低吸潜伏就好 等到他轮动进攻就好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随着欧洲 包括美股的表现 我觉得 这一周的重心 依然能在A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大家知道 就是美股的英伟达 对不对 再次大涨 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1000多美金 所以他上涨的话 对我们A股的相关板块 肯定会形成刺激 这个是不得不重视的 我讲了很多次 重心在哪里 重心在两个方向 华为概念和人工智能 这两个方向 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紧 一定要看紧 我在前面多期视频 都刚刚讲过 你像华为概念的话 他这里出现调整 然后出现沙爹 我觉得调整沙爹就是好事 调整沙爹就是机会 有人说华为是什么 对标欧洲 对标美国的多家公司 你看是吧 芯片 我们对标是什么 是英伟达 高通这种 对 你看汽车行业的话 我们对标是什么 你像托斯拉这种 是不是 还有手机行业 对标的是美国的苹果 所以华为的话 在科技这一块 它确实是存在的很大的什么 很大的机会的 这大家说注意点 我们是吧 一定要这么跟紧的调整 就是是吧 就是给你机会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 哪怕是主性品种 它也是轮动 也是能动 今天这个涨了 明天那个涨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 你看周五的话 华为几个个股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上涨的 你像中创 坎旺 这些都是什么 换一秒 这些都是属于补涨的 所以你去追高的话 还是存在一定的什么 难度的 我常常跟大家讲 找人气品种 回踩缩链号的 怎么再启动 去潜伏就好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话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全球大力发展 它走势 几乎跟华为是同步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一样的策略 一样的失误 调整 那就是机会 但是调整的机会在哪里 两个方向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短线技术好的 能力强的去盯心龙头 能力差的去盯老龙头 做一个什么超跌反弹 就这两个方向 追高的 尤其是中位的 不要去 经常有人跟我说 上面有个三板的 我不敢追 我去买个二板的 我去追个二板的 甚至有人说 我去追个一板的 但是我告诉你 往往三板的 变成四板了 变成五板了 二板的变成什么 变成断板了 一板的冲高回落了 是不是 介绍是这样子 所以 有句话怎么说 临坐龙头 不坐凤尾 就是中间的 中间的一定要手气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管是哪个板块 哪个行业 龙头 比中间的这些更安全 大家一定要记住 要不你就干脆点去什么 去潜伏低位的 没怎么涨的 不涨的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小心中位的 这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本周的话 你看我觉得 电力方向还是要注意 可能会有反复 会有什么 会有持续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电力它有个特点 到了夏天 它是存在着什么 存在着继续 进宫的预期的 所以这个电力 在本周的话 就是周五上涨后 我觉得 哪怕今天调整的 哪怕明天调整的 如果有低点 有机会的话 仍然值得大家注意 仍然值得大家重视 可以跟踪 可以博弈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电力的话 它本身个股的位置 也是比较低的 你仔细看的话 这些涨型的票 其实它位置都不是很高 所以说量回踩 或者分歧点回踩 然后预示则是一些机会 那么怎么去参与 参与的是一些什么 有人气的一些票 去做一个分歧点的博弈 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漏沙拉这种 其实都是人气比较旺的 对吧 但并不是说去追高 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低位的 近期走势 是吧 放量 你看说量回踩的 去做个补涨是可以的 能力强的 胆子大的 你去做一些什么新龙头 你比如说像明星电力 人气就是最旺的 现在对不对 那么这种就适合什么 短线选手的一个博弈 这是大家要比较区分的 包括这西商电力 也是一样的 适合什么短线选手的什么 一个博弈 你像极电的话 这种属什么 这种就属于补涨了 对不对 属于整个板块里面位置 刚刚突破的一个补涨的一些走势 所以看你真是什么选 但是切记切记 不要盲目去追高 不管是电力里面哪一个票 你会发现 它的连续涨前的概率很低 其实它说的就是什么 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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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涨两天 跌一天的这种走势 你像刚才看到明星电力 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力 几乎都属于这类型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对于本周的行情 整体来说不悲观 我觉得还会延续上面 那种行情 什么行情的震荡 所以它大概率还是会延续这种拉高 就跑跌下来 再接的一个震荡行情 暂时这个三千点的跌破的风险不是很大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